大家好,我是靈心洗色塵 好高興又見到大家 又到了e-ink weekly的時間了 忘記不記得這個節目已經面世了一個月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看了之後你有沒有甚麼意見 希望你可以在留言說給我聽,感謝你 好,現在又由我帶大家去回顧一下 過去一周在e-ink世界裏面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則是e-ink新品的消息 Pocketbook在3月28日 在他們的官方YouTube頻道上發布了新型號 Inkpad 4的介紹影片 Pocketbook 7.8吋的Inkpad系列 一直是他們的暢銷產品 距離上一代黑白版Inkpad 3 Pro 在2019年7月的發售 已經有將近三年半的時間 現在終於在2023年的3月 Inkpad 4推出了 Inkpad 4是配備了最新的7.8吋 e-ink Kata 1200屏幕 解像度是1404 x 1872 300ppi 對比度和反應速度都更加好 文本顯示效果也更加清晰 它還配備了Smart Light前燈 能夠自動調節屏幕的亮度和色溫 當然用戶也可以自訂前燈的冷暖色調 另外它內置了揚聲器和藍牙 用戶可以直接聆聽有聲書 或者通過藍牙配對耳機和其他設備 必須提到的是 Inkpad 4繼承了這個系列的特色 具有IPX8防水等級 裝置可以浸泡在2米深度的探水裏面 達到60分鐘 而且官方特別標榜 它是具有增強防刮傷保護的屏幕 讓用戶在使用的時候能夠更加放心 此外Inkpad 4還具有文本轉語音功能 用戶可以將任何的文本轉換成有聲書 它支持21種書籍和4種圖形格式 裝置可以直接讀取 無需轉檔 目前Pocketbook發布的訊息不是很多 例如初用的處理器 RAM和ROM等等的基本規格 還未有資料 官網上也未有這個型號的介紹頁面 期待稍後官方能夠公佈更加詳細的訊息 Pocketbook在市場主要其實是在歐洲那一邊 在亞洲地區那邊用戶就相對少 根據目前公佈的訊息 不知道你又會不會考慮去購買這一款Inkpad 4呢 第二則同樣是以Ink身份的介紹 在上星期在Kickstarter剛剛出現了一款 是採用e-ink屏幕 配上了木架無線操作的智能新裝置Mana 為你的家居添上一份品味和靈感 Mana有兩個型號可以選擇的 16x7cm的Mana Cross 和較大19x13厘米的Mana Expression 以上的尺寸都是連同邊框計算的 兩個型號都包括桌面架和磁吸底座 只有Mana Expression有提供到掛牆影鈎 Mana配備低功耗的e-ink顯示屏 具有紅、黑、白三種顏色 按它的官方影片展示的色彩效果 和15秒畫面的刷新表現去估計 應該是用早一代的e-ink Spectra 3000技術的 和傳統的LCD屏幕不同 電子指去反射環境光 而不是靠背光顯示的 所以能夠帶來接近真實紙張的顯示效果 通過智能手機上面的配套應用程式 包括iOS和Android 用戶可以將Mana連接到家用的Wi-Fi上面進行配置 選用各種經過它們精選的主題 包括引用、哲學、啟發性語錄、詩歌、藝術、幽默知識、文化等等 Mana會在早五晚夜四個時段 每天會自動更新四次 展示你所選擇的內容 當然用戶可以自行設置內容和上片 在木架底部有一個虛擬的按鍵 可以給用戶切換顯示的內容 Mana在單次充電之後 可以持續使用六個月 然後通過它的USB-C口去充電 用戶可以將Mana透過附送的支架裝置 放在桌上或者用磁吸底座貼在牆上 再將這部Mana磁吸在上面 或者將Mana直接磁吸在金屬表面上也可以 Mana的另一個特色 是完全由木材和再生木材去製成的 包括入桃花森木和紅雪松製成的盒 不是用塑料製造的 它們用的木材都是來自可持續種植的農場 鼓勵農民是種植樹木 整個產品的生產是在印度的邦加羅爾進行 這個產品的面世是來源於創辦人 在紐約公讀博士學位期間的靈感 寄望有一個裝置是幫助人不受到外界的干擾 將靈感帶進去起居空間入面 以激發人的創造力 Mana系列在Kickstarter的起始價錢是79美元 還有優惠套餐 最高可以享受45%的折扣 發貨時間定在今年的10月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參與他們的Kickstarter網站 第三則繼續是e-ink身份的介紹 今次的合作真是可以算得上是強強聯手 e-ink原態科技在3月29日宣布和Sharp合作 推出了電子紙海報 即是e-paper poster的看板應用 這些數位海報已經在日本和全球各地的展覽裏面展示過 透過行銷活動證實了市場的潛力 作為這次合作的第一步 Sharp將會在2023年的4月初 在日本市場推出42英寸黑白電子紙數位海報顯示器 e-ink全體科技以其獨有的專利電子紙技術 以不換畫面不耗電的特色 創新了革命性的電子紙產品市場 電子紙的技術實現了紙張轉變成數位動態顯示 同時也能夠保有高度的可視性和方便的可攜性 自從2005年進入了數位漢板業務以來 Sharp透過提供一站式的數位顯示解決方案 滿足多元使用情景的需求 包括規劃、生產、資訊、系統構建、安裝和維護等等的服務 結合了這兩間公司各自的場處 誕生了這一款電子紙數位海報 它不單止在顯示的時候不會耗電 而且在越明亮的環境之下 顯示的效果也會越好 Sharp將會運用它們自己 在數位漢板的安裝和營運的專業 以及遍佈全日本的服務網絡 替以前那些難以安裝數位漢板的區域 入面的紙質海報 替換成電子紙數位海報 未來雙方會合作 自力開發更加大尺寸 或者彩色的電子紙顯示器 也會計劃開發電子紙海報的市場 擴大全球電子紙漢板業務 作為碳中和時代傳播信息的新工具 其他Sharp在四月初正式推出電子紙海報之後 我們會再為大家更進一步報道 它的技術和規格的細節 第四則原本應該是E-ink新聞的解消 但最後就變成了E-ink新聞 為何標題會多了一個問號呢? 是因為Cobo其實是尚未發布任何關於 這一部新型號Elypza 2E的消息 一切是源於上個月的23日 念書專頁DZ-Divine發布了一張相片 而在5日後即是2月28日 他們發布了暫時仍然是獨家的Cobo Elypza 2E的開箱影片 這部影片是被一個叫做Mobile Read的論壇 裏面的其中一位成員發現了並分享 跟著才陸陸續續引起了網絡上媒體的報導 有一點值得注意 DZ-Divine的影片顯示了這個新品的完成度是非常高 亦確實和第一代Cobo Elypza有明顯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在新一代的Cobo Stylus上面 因此具有可信度 但令人疑惑的是DZ-Divine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 主要銷售新舊電子閱讀器的一個線上商店 它的念書專頁亦只有千餘過的賺好數 不是為大眾所熟知的公司 但現在成為了獨家消息來源 因此在Cobo未有正式公佈之前 未知會不會還有變數 根據DZ-Divine的影片 新一代的Cobo Elypza 2E 似乎採用了和上一代相同的E Incata 1200黑白顯示屏 並且保持227ppi的解像度 不過前燈升級成為了Comfort Lite Pro系統 令使用者可以調整冷暖息溫 值得一提的是 新款的Cobo Stylus 2 亦都是這次的一大亮點 它加入了橡皮拆的功能 相較於上一代還需要使用4A電池 這一代是可以充電 兼且是支持USB-C的充電 至於Relypza 2E的處理器 內存、存儲各方面 目前仍未有具體消息 另外影片還顯示了一個 讓Cobo粉絲非常關心的問題 就是新一代的Cobo Elypza 2E的開箱 僅僅包括閱讀器 而不會像上一代一樣 會附帶保護套 讓人們會期待新一代的Elypza 2E 是能夠貪獨出售 而不需要綁定保護套一齊求買 希望可以能夠降低售價 好,要等時間來驗證了 第二代的Cobo Elypza 的真實情況會是怎樣 好,今集的Eink Weekly 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讚好我這一段影片 才能夠讓到更加多人 能夠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了解Eink世界 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去看 去認識一下這個Eink世界 是何等的豐富,何等的有趣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去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Buy Me A Coffee 如果你想學習勾解硬不抒發的話 可以在Buy Me A Coffee那裏 成為我的月費會員,感謝你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 是在英國又想購買電子越洞器的話 歡迎來我的網店那裏 在框一框 所有有關的資料 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歡迎查看 希望下星期朵能夠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就到這裏了 拜拜